馬國鳴和劉心游等一班演員 今日一齊出席劇集《攻心計議》 《心攻計》的行線二賣活動 馬國鳴和女友黃心穎 在劇中都是一對 那拍戲的時候 馬國鳴又有沒有感受到 對方借對白來和自己示愛 我其實不是 大家不要誤會 完全沒有這件事 純粹是戲裏面 大家不要扯上現實 一起拍劇有個好處 尤其出席劇集就可以了解多些 你知道如果你只是 偶爾出來看一場戲 吃一頓飯 很容易可以掩飾到很多東西 大家都明白這件事 但到你真的一起拍劇集過幾月 大家一班人有朝見到晚 就會了解多些 至於玲瓏公主劉心游 就被網民惡搞 她在劇中發音不准的片段 其實最近很多朋友 送回這條片給我看 然後我就看到裏面 為什麼會在一條 這麼古裝的片裏面 我會說經文 Hello 但是那個字幕 又配得我的口型 又很對 所以很好笑 找個香港人做男朋友 就可以練好廣東話 其實我覺得 與其認識過香港男朋友 我覺得不如實際些 去上課學廣東話 會再快些 是的 對 對 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